6月25日 眼睛不要只看别人,要反观自己 嘴巴不要只说别人,要检讨自己 一群乌鸦经常飞在养猪场的周围 对着养猪场里的黑猪取笑说 猪啊猪啊,好黑的猪哦,好难看的猪哦 猪群因为跑不快,也不能飞 被乌鸦那么取笑,也只能忍耐 不过旁边的一只黄狗,为猪打抱不平 就对猪献祭说,下次等乌鸦再来取笑你们 你们就反问他说,为什么不看看你们自己呢? 这段话说明,一个人往往只看到别人,没有看到自己 目前,全世界有一百多个独立的国家 其中有已开发的国家,开发中的国家,未开发的国家 当然,他们的生活,文化,物质,经济,建设都不一样 有的已开发国家,即开发中的国家 就取笑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 认为他们没有文化,没有智慧,品种低贱 我们当初不也是从洪荒而到文明的吗? 难道我们现在的一切成就,是天生就拥有的吗? 过去儒家一直要我们反攻自行 佛教一直告诫我们要自我忏悔,反观自照 心地善美的人,所见皆善美 所以不是猪黑,不是乌鸦黑 是我们自己也有着一颗黑心哦 文思修,每一个文明都是从洪荒走来 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其他民族,没有文化,品种低贱 每日同一时段,与您相约,有声书香